接下來我們要教的是台灣一些比較特別的 異常的不一樣的天氣 第一個叫做寒流 好 冬天的時候會有哪一種封面過境台灣 哪一種封面會到台灣 哪一種 冬天 冷風很好 冷空氣對不對 冷風會有冷空氣 溫度會下降 如果溫度下降到某一個程度 我們就說叫做寒流 寒流是普通話的 文言文叫做寒潮 寒潮爆發 氣漲說還叫做寒潮或者是寒潮爆發 普通就叫做寒流 好 溫度降到 碰到後面冷空氣 讓溫度下降降到某個程度 我們就說叫做有寒流 時間大概在從每年12月到第二年2月 9月底10月初就吹東北季風了 為什麼要到12月才有寒流 因為不夠冷 要後面要夠冷 它才叫做寒流 多冷 多冷 有各地的標準不同 你看看 冬天的哈爾濱 零下20度是溫暖的天氣 台灣是你幫他想像的 所以每個地方標準不同 台灣是以台北市做標準 台灣是以台北市做標準 台北市標準有兩種說法 大部分人講的是第二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 兩天內最低溫降到4度C以上 而且最低溫在14度C以下 今天17度 明天13度 兩天降4度 最低溫在14度以下 叫做有寒流 第二個說法 一般人用的是第二個說法 雖然沒有降到4度以上 但最低溫在10度以下 普通人 一般人在講有寒流是用這個 最低溫在10度以下 10度以下 10度以下 今天溫度12度 明天變成9度 只降了3度 但是最低溫在10度以下 我們叫做有寒流 就是寒流有台灣的 台灣以台北市做標準 就是我們的標準 到這個程度 我們就說有寒潮爆發 有寒流 寒流來的時候有什麼問題 台北人沒問題 台北人就是衣服多穿一點 暖暖包多塞一點 就沒事了 在白海上廣告的店上包著什麼 飽滿小物 傷怪怪 但是對於農漁民而言 就很有可能有些傷害 每年都有這個新聞 虱目魚死一堆 要半百度 因為虱目魚很怕 它沒有越來 虱目魚就全部死光光 跳死一大堆 或者是你那個在高山上面種高冷蔬菜 結霜 霜害 葉子凍壞了 沒辦法拿它賣錢 霜害 叫做寒汗 寒汗 所以現在就開始報告說 即將有寒流來襲 各位要盛防寒汗 大家做好一些預防的措施 刮深一點 蓋個布什麼什麼之類的 來減少它可能的傷害 減少它可能的傷害 OK 叫做寒汗 台北人就負責三濃南包就好了 那濃南包就可以 也是一個寒流的動畫 好 我們死的老百姓完全看不出來有什麼結果 看那些雲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就沒有事了 這個不重要 只有一件事重要 這上面有一條白白的看到了嗎 有一個白白看到了嗎 封面的雲通常都會是帶狀的 通常是帶狀的 所以如果人家畫的 拍的照片裡面有一個帶狀的雲 通常表示是什麼意思 這裡有什麼 這裡有所謂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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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只有這個帶狀的雲是重要的 帶狀的雲要知道是重要的 OK 其他就沒有什麼關係 其他就沒有什麼內容 好 以上說的就是所謂的寒流 寒流跟一種封面有關 哪一種封面 寒流跟一種封面有關 哪一種封面 冷風 冷風過境 碰到後面的冷空氣 後面的冷空氣夠冷 就叫做有寒流 就叫做有寒流 多冷 看看就好 其實也不會考你 就看知道剛剛講過兩個標準 看一下就可以了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